剛才的蜜糖淡肉,現在先把它改 因為這類型的蓮魚柳,差不多三分鐘 我們就把魚柳撈起 星星,又煲兩茶,是糖醋來的 各位,大家好,星星,又玩糖醋 今次的糖醋是甚麼搞作呢? 話說我去年也做過一個叫做糖醋魚塊的菜 又是讓我不小心無端端刪除了 我自己犯低級錯誤都刪除了十幾二十條 自己有些頻度 魚柳都很容易買到,價錢又不貴 但質量又不高,但星座又淡淡肉 我們現在先改了 如果出去買的,就買一些 盡量不要太白身 還有少許魚肉色的質量比較好 我們現在就 這類的蓮魚柳,回來也很大股雪味 還有它經過票制,也有股票制過的味 我們就放差不多兩個茶匙鹽 拿去,拿去一分鐘 然後沖上去 龍荔柳在陷阱之際 在家裡只能找到一罐蜜桃 這罐頭桃開了之後的毛就是這樣 半個半個 我們還是要改和魚柳的形狀 這樣就可以了 用鹽醃去分量兩分鐘 我們主要的目的就是 將魚柳的不好的味道 例如雪味 魚柳的本身 票法的味道 現在就拿出來 然後就洗 要洗三四次 洗乾淨之後就攤平去瓊水 這些類型的蓮魚柳 我們不單要瓊水 我們還要用廚房紙 要吸到很乾身的 我們怎樣吸呢 我們鋪平 鋪平之後 吸了一張在面 然後就像捲毛巾一樣 捲出一些水分 放在一旁 這次的鯉魚柳 我們用來炸的 這麼削新的魚 我們用來炸 怎樣做 現在就和大家 開始做個醃料 用雞蛋 雞蛋 我們只要蛋黃 怎樣做蛋黃出來 我們還用的 就是掉那個雞蛋黃 我們只要蛋黃 小口 弄些味道 - 四分一個茶匙糖 鹽味不用了,因為魚有一點鹹味 加一點胡椒,沒有白胡椒,加一點黑胡椒 生粉,加兩個茶匙生粉 加一個茶匙麵粉 把所有醃料攪勻 攪勻後,材料要乾身 乾到黏手,先拆出來 魚柳拆出來後,放進去 在燒筋油之際,準備乾粉 乾粉有什麼作用? 油溫夠熱,旁邊都起了黑煙 現在慢慢加魚柳 在鑊邊慢慢下,收了火 放下去,不要動 這段時間,慢慢定型 炸大約三十秒 炸了三十秒過 我們輕輕鬆鬆 現在炸了兩分鐘 現在就動一動 炸了差不多三分鐘 炸起魚柳 先把魚柳,再將油溫 扯回到180度過 再搶取魚柳 燒了一分鐘 現在將魚柳 用較高的油溫 搶一搶魚柳,炸20秒就可以了 先拆開 先拆開 剛剛炸完,拿完上來 大家聽不聽他的聲音 大約放多少呢 這個也不用放大 這次不是太多 糖醋汁大約煮了一分鐘 收到現在 然後放剛才一些 蜜桃 當蜜桃也煮熱了 醬汁就沸騰了 這段時間,可以放魚柳 很快,一放魚柳 關火 現在盛開幾十秒 不要在鍋裡太久 一沾到醬汁 現在就可以起了 先拆開 大家看到嗎 醬汁差不多剛剛好 蜜桃糖醋魚法就完成了 最重要是收緊一點糖醋汁 落魚柳,兜兩下就好起了 做好糖醋汁 什麼時候想吃甜甜酸酸的食物 就可以馬上手到拿來 好,沒甚麼配料 但做來做全部都很漂亮 今天這個 糖醋魚柳柴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喜歡吃甜甜酸酸的網友 給我一個喜歡,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一下糖醋愉快 下一个视频再和大家分享 多谢收看,拜拜